戴上帽子授旗 台南市長華偉哲也特別送上堅強打擊的球棒 給予小將們加油 期許第七屆WBSC世界盃少棒錦標賽 中華隊能取得夾擊為國爭光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代表台南市 歡迎第五屆WBSC U12世界棒球錦標賽 能夠代表台南舉辦 我們中華隊各位小將應該是各位選手 最優秀的選手大家加油 那麼大家千萬不要有太大的壓力 只要拿冠軍就好 希望為了要配合大家拿冠軍 我們的主辦單位 我們主辦的城市也是沙飛古興 我們在報告場周邊設了很多遊樂設施 不過不是給你們玩的 是給其他隊伍的 讓他們去玩 我們來練球沒關係 那我們也準備了很多美食 給他們吃的 我們努力練球這樣 這些讓他們吃的都跑不動 他們不開玩笑 因為台南市是一個美好便利的城市 也是一個美食之都 我們明年2024年 就要幸祝台南400年 因此呢 在這個古老的城市 也是台灣的第一個城市 來舉辦最厲害的 WBSE U12 少方錦標賽 這個事物非常非常歡迎各位 尤其非常感謝華南金控 每屆的支持 每屆的贊助 能夠選擇出最優秀的 中華隊的選手 能夠在第一屆 還有第一屆 是非常非常感佩的 那因為對於一個理念的堅持 對於一個全國民眾都 唯之瘋狂的棒球運動的堅持 能夠有這樣的成績 非常感謝華南金控 以及台灣美金融 以及所有的贊助單位 包括畫面視頻 那也感謝未來電視台 感謝公共電視 以及阿倫達 對於這個 如果沒有各位的轉播 如果沒有各位的報導 其實很多台灣民眾 還不知道我們已經拿冠軍 所以非常謝謝各位 我們也在堅持持續努力 那我們台南亞太方球村 承擋的副球場 承磅的副球場已經完工了 那大家可以去 我們現在是在哨棒的主球場 哨棒副球場也完工了 哨棒的主球場也完工 承磅的副球場也完工了 承磅的主球場明天才完工 所以這樣子對於一個 棒球聚落的行程 從哨棒到承磅 事實上都非常非常 2023第七屆 WBSC世界盃哨棒錦標賽 將在7月28號到8月6號 在台南市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 哨棒主副球場開打 今年由來自世界各國 共12支隊伍參賽 齊聚教竹精杯 那這一次的比賽呢 是由花蓮市獲得冠軍 那我們的球員 有涵蓋10個縣市 包括主辦單位的 台南市的球員 從2011年開始 世界燒棒賽 在我國舉辦 已經辦了六屆 過去的成績非常的好 有兩次冠軍 三次的亞軍 一次第三名 那今年即將舉辦第七屆 謝謝 相信呢 在我國舉辦 有地主優勢 也可以獲得不錯的成績 那 棒球協會 顧理市長呢 在今年邀集了各級棒球代表隊的 教練團舉辦了座談會 除了靠賞他們在場上的辛苦之外 也表示對於國際賽事 未來如何打出好成績 大家來共商 來演繹 看能不能做得更好 因為 棒球協會知道 未來的棒球比賽 不僅僅是技術上面的比較 同時也是在背後的後援團隊 包括我們的防護團隊 包括我們的所有的行政安排 還有甚至連邵棒也都走到需要 做一點勤收 工作 那我想在幾次的座談會 我們知道了未來準備的方向 那這一次的邵棒賽呢 其實是從第三屆開始 就一直在台南市舉行 那會連續舉辦七屆 那在這邊也要特別謝謝 台南市政府的長期的這種支持 那世界棒球 世界哨棒賽 能夠在台南市舉辦 這麼多屆的比賽 同時其實我們非常希望 讓世界哨棒賽呢 永遠就落在我們台南市來舉行 類似美國的威廉波特城市的這種 少放賽 那我想經過我們的集訓 在教練團的帶領之下 還有各位選手還有家長的鼓勵之下 相信今年也一定能夠有非常好的成績 菁英小將組成明星隊 在賽事揭幕記者會上亮相 相關活動也一併發布 黃偉哲市長邀請大家到球場觀賽 為參加隊伍加油 記者汶俊臺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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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1 黃偉哲市長邀請大家 然後我們下一位 另外一位